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仲江 选战剩下倒数五天了 那蓝绿呢 经过这几个月的选战厮杀 民众是不是已经决定好 你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呢 那始终是这个话题人物的韩国瑜 你一定想不到 他竟然会出现在民事的摄影棚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难得 能够邀请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来欢迎韩市长 谢谢主持人中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韩市长 我说这个一开始 我要先称赞你非常有勇气 因为之前你去参加博恩的节目 那因为当然就说年轻选票 你想要去争取去参加 我觉得你很有勇气 那今天我觉得你更有勇气 直接来参加民事的政论节目了 我完全平常心我很开心 我去博恩一点都不会畏惧 喜欢我也好 不喜欢我都没有关系 只是把心里的话 和盘拖出来 那今天来民事也是一样 心里的话把它讲出来 就这样 那你觉得民事的观众朋友 收视群会有所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 可是可能会因为不了解 脑海之中已经注入了 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来坦诚的交换意见 不投韩国瑜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稍微要了解一下 那不喜欢政治也没有关系 但是政治人物选出的总统 就会影响到台湾人民的 整个安居乐业的问题 所有每一个国民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喜欢政治 但是还是要了解 对所以我们就直求对决了 没问题 我们这节目一贯的这个风格就是 有直接问 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无中生有 不会造谣 所以韩市长不会骂我们说没有良心没有水准 不会不会不会 你放心你放心 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希望听真心话 你就不客气 OK 真的不客气 当然选战剩下就剩下这么五天了 韩市长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选民说 经过这几个月来的这个选战 您现在的感受如何 走到最后阶段 您的心情怎么样 其实我的心是很近的 外面附加了很多东西 不管是善意的建议 恶意的批判都一直不停的在附加 所以国者人之机 人者心之气 这个心要底定 心要定 心如果浮动的话 很多事情就跟着动起来 你要问我的内心深处 一点变都没有 我当公共市长一年高雄在变 陆平啊 水沟通了啦等等啊 招商引支啊 高雄一直在改变 但是我个人完全没变 那最后阶段 你可以给选民带来什么样的希望或愿景吗 我很多在国政顾问团都有发表过 我只是想建议一下 呼吁一下我们的选民 一句话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民主就是自作自受 民主就是人民投票之后决定 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但是己留的人民就会选出己留的民意代表 己留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己留的政府 己留的政府就会有己留的执政成绩 己留的执政成绩就会有己留的国家 这个是一点都骗不了人 这样会不会有点话中有话 感觉上好像己留的人民会觉得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选民没水准吗 不是 是优质的选民不被谣言 不被买票 不被各种中商或者批判 或者恶意的等等影响 或者被网军带风向 优质选民决定就像瑞士 做一个决定 大家觉得 要不要政府发些钱出来 瑞士人认为不必 我的意思是说最终 还是在人民手上这张神圣的选票 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投我 但是请大家看看我们的政见 那我是挑战者 蔡英文总统是连任者 挑战者要跟大家报告愿景 要跟大家报告做什么事 连任者要交成绩单 但也挑战者也需要吧 所以我刚刚特别问你说 是不是能给选民在最后的阶段 带来一些温暖跟希望 因为这个后面会牵扯到一些问题 因为我发现你这两天的谈话 越来越辛辣 为什么会这样子 比如说因为 最近大家在关注 这黑鹰直升机坠毁 因为造成我们的多名的将官 罹难过世 但是为什么韩市长前两天 昨天会说台湾中邪 是被截断了 一句话 前一天我讲了 我死则国生 我生则国死 军人一辈子就是两件事 一个打仗 一个准备打仗 所以我们从来看到 中华民国建军史 没有发生这么悲惨的事情 这是前天讲的 昨天讲到底台湾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经济这么困难 为什么周边的国家 都不再把台湾当作一回事 为什么泰国 今年三月以后去旅游 台湾人要付财力证明 我们国家是到底怎么回事 是中邪了吗 他把这句话抽离出来 强攻猛打 如果把上文跟下文一看 就知道我们是忧虑台湾 可是你这句话中邪 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 包括军公教朋友 或者说现役的军人来讲 他们恐怕是无法承受之重 他们觉得他们每天是在 这个帮国家执行任务 在保卫国家 那怎么会被你讲成是中邪 不会啊 你看看我的上文下文 看我在台南讲话 军人一生 就是把生命 奉献给这个国家 军公教 而且军人警察消防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 靠不同在吃饭 有的人靠力气在吃饭 搬运的 有的人靠智慧在吃饭 会计师跟律师 有的人靠胆量在吃饭 马戏团表演的 深海潜水夫 有的人靠命在吃饭 军人 警察 消防 一身令下 可能命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对他们 更重要他们的眷属 要特别尊敬 特别照顾 这是完整的话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你讲的 那最后是国运不昌隆 对 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就是说 整个台湾这么多年 就是一个字 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庙里面去祈祷 一定是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到底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多台湾人民 这么不快乐 担心未来 为什么 我们台湾到底怎么了 这么善良 这么勤劳 这么认真 这么重视教育 今天为什么台湾人 过得这么不快乐 到底我们台湾怎么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讲法 但是其实也有一部分人觉得 他们过得还可以 只是说因为国运不昌隆 或说这些所谓的中邪 会让这些现役军人觉得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 在他们身上二度的伤害 不会 完全不会 只要听上下文 我用一个木碗来比喻军公教 被今天民进党执政 是怎么样被对待的 木碗是一个寡妇把儿子养大了 然后呢 儿子不让妈妈上餐桌 就给他一个木碗 然后孙子看到了 将来这个木碗要给爸爸用 这是一个故事 今天现役的军公教 看到退休的军公教 被政府这样对待 丢一个木碗 现役的军公教会害怕 所以政府一旦失去信用 失去军公教对你的信任 这就是国家危机 所以我完全不担心 听我完整的 就会了解韩国瑜 但是老实讲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恐怕会让人家觉得 你所谓的这些争取 这些军公教的这些支持 难道只有年金而已吗 会感觉上是做这样的连结 因为你觉得 因为蓝蓝很多人都觉得 做这个部分 因为是年改 马上连结到这部分 那就会让一些 现役的军公教觉得 难道我们在每天的做事 都只是想着 我以后退休后 要领多少退休金吗 应该不尽然是这样子吧 钟家兄 你看我的论点太狭窄 台湾没有一个人提过 像我一样 45岁以下的军公教警销 如果当上总统 要展开台湾有史以来 最大人才培育计划 45岁以下 这些军公教警销 都要接国际接轨 不能从军校警销 公务员考上之后 一辈子不离开台湾 你不了解这世界的变化 所以要每一年送 1%到2% 这些45岁以下 送出国 做进修一年 那为什么45岁 因为你回来之后 65岁退休 可以为政府 再做20年左右 所以我订这45岁是有道理的 然后带职带薪水去进修 从来没有人提过 我是第一个人提 所以绝对不是只有退休金 包括家属的照顾 对军公教警销的尊敬 以及军公教警销 国际化接轨的培养 这是完全配套的 所以你不能只很狭窄的说 好像我只有谈退休 没有 绝对不止 所以你不会觉得得罪这些 可能是军公教的票 不觉得这些选票 可能是被你往外推 我完全没有得罪 因为网路上黑我 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 整阵完整看 黑我大概黑了一年半 就像我去报一个 六个月大的小女婴 就是会传染疾病 给这个小女婴 才六个月大 连他爸爸妈妈都不高兴 像这种黑太多了 所以就是误解的部分 你都觉得是黑就对了 那因为外界的解读 恐怕会跟你的认识 会有所不同 那比如说 之前你在这个 辩论的时候 也提到这个 蒋经国的五短身材 那昨天你也去叶林 但如果说了 误解就是一种黑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亲密大主席宋楚瑜 那今天是做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来听他怎么讲 30年来台湾 中华民国 30年前总统蒋经国 身材五短 脖子短四肢短 蹦 换了一个五长身材 李登辉 脖子长四肢长 这些 为国捐虚的 这些 我们的将士 再一次的向他们 表示哀悼 也慰问他们的家属 最让我忧虑的 我特别提到 不是他的口水的问题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脑筋 转过来 我在这边严正的 跟国民党说 韩国瑜的讲这个话 的严重性 他对于蒋经国先生 这么样的侮辱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没有向蒋经国先生道歉 好 那韩市长你怎么看 连宋楚瑜也误解你的话 也黑你了吗 宋楚瑜主席对我的评论 我不加以评论 好不好 代表对他的尊敬 包括他讲 我要对媒体的态度等等 他当年当新闻局长 跟文工会主委的时候 他当台湾省主席的时候 他对某些媒体的看法 我不予评论 只是说我讲外形 今天很多台湾人民认为 或者有一些批判我认为 感觉不像总统 我就提出一个问题 谁长得像总统 上面还有一段话 美国从华盛顿到今天的川普 几十位美国总统 谁长得像总统 第二 总统应该长得像什么 我举这个例子而已 没有任何消遣 没有任何调侃 所以你在意的是 那个妄知不四人均 你是觉得妄知四人均就对了 不是 不在于那个外形的这个长或短 不是因为中将兄 你我还有很多人 我们脑袋已经被固化了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是 所以我们在心目之中 我们都期待 有一个国君 有个总统 他有总统的样子 以今天来说 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总统可以接待外宾 总统一样可以到路边吃卤肉饭 总统可以跟大企业谈 国家竞争力 总统一样可以去热炒一百块 唱卡拉OK 我认为今天的台湾的总统 不能像过去一样 在深宫之中 远离人民 然后 永远测不出 今天领导者的内心 喜怒不省于色 我觉得要淘汰掉 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 如果我涵回当 绝对平民老百姓觉得 我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代表国家的时候 要端庄的一面 这个没有问题 我是说我们需要一个 真的能贴近民意的 平民化总统 就像纽西兰总理 到了中午去休息时间 自己骑个脚踏车 买个三明治 买一杯咖啡 大家看到他总理好 很自然 随着民主一天天的深化跟改革 为什么总统一定要高高在上 谁长得像总统 我从这里举一个例子出来 可是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 你可以去亲民 你可以去平民 你可以去吃这个卤肉饭 你可以不用高高在上 但是跟你讲话 显然不够精准 也就是说 当你讲了一个话之后 不断的可能造成外界的好 你说误解也好 或黑你也好 然后你再不断的再去说明 那你不觉得 你可能在 不管 因为你有可能当总统 那你讲话的部分 是不是能够更精准 更能够去贴近某些人的心 免得让人家觉得 好像讲得不够温暖 不会啊 我当总统之后 很多台湾人民在我面前 会背后说 这个秃头的当总统 当得不错 我也会笑一笑很开心 那可能宋楚瑜就会说 这些人民绝对有错误 他怎么可以说 总统是个秃头的 我不在意啊 对啦 这个秃头是OK啦 但是说 秃头不OK 秃头严重还是武短严重 秃头 这纯粹外形啦 但是就说 我就讲外形 就是说是不是当总统 其实外形并不重要 大家重视的是 头皮底下 谢谢钟家兄 回到我的论点主折上 同意我的观点 头皮底下 外形不重要 对 外形不重要 所以呢 是不是秃头其实真的不重要 但是你可能 因为你讲到了 武短身材 会伤到某些人的心 或说中邪 或国运不昌隆 会让人觉得 在这个悲伤的时刻 容易让人觉得 你这样的讲话 是亦有所指 是伤了某些人的心 其实钟家兄 你再思考一下 我在台南完整讲话 很多人掉眼泪 我对国军 对警察 对消防 他们的辛苦跟危险 我做出了解释跟报告 拜托大家 特别照顾他们的眷属 警察带枪 跟歹徒对干 他的家属多半害怕 其实把这个完整话 听完之后 那为什么今天 所谓黑韩产业链也好 批判我的 很喜欢凸显几句话 来扩大的攻击 弄得我要解释 或者不解释 因为量太大 我也就不解释了 但是量太大 其实也是来自于 你自己不是吗 也就是今天 如果你讲的这些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得体 或是经过 之前也许沙盘推演过 或许不会有这么多的困扰 有这么多的黑函 那比如说 你刚刚说的 旺之是不是人均 大家也都在讨论 那包括就是 是不是你的高雄政绩 是不是可以拿来 作为足够当总统 我们来看看宋楚瑜 他是如何评论 在四场的 三场的证件发表会上面 你没有看到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提出什么证件 就是在骂人 在吵架 韩市长有一个成绩单 修马路修一些动动 看看看看 做了一年了 唯一的政绩 是人家说扑了马路动动 我们看到 这个亲民党主义宋楚瑜的评论 那你刚刚也说 对于他的话 你就不评论了 那也不管OK 那就说这个陆瓶 这个水沟清 灯亮 是不是足够当一个总统呢 当然不够 绝对不止这些 一个总统 我讲的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这八个字里面 就蕴含着将来的分工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台湾安全是总统的 负责国防两岸 这个两岸政策外交 那人民有钱是行政院长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像当年 蒋经国总统 用孙运贤 李国鼎 赵耀东等等 那安全 有钱 这经济这一块 未来行政院长 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至于宋楚瑜 主席对我的批判 我实在不想讲 因为今天的执政党 是民进党 今天的总统 联任者叫蔡英文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在野党 所以他对在野党 一直不停地批判 我只能说 他的批判 我不予评论 代表对他的尊敬 如此 好吧 对 提到是不是构格当总统了 那特别是两岸外交 这部分也是无法回避的 你还记得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那时候你是在 那个时候我在新闻界 新闻界 对 我剃了一个光头抗议 抗议 对 剃了一个光头 对 全部头发都剃光 那时候抗议跟现在的态度上 有改变吗 我的一直改变都没有 我认为我也多次呼吁 北京当局能够重视 香港的民主发展 希望双普选 香港的行政最高长官 能够港民直接投票 香港的最高立法局议员 港民直接投票 在我们中华民国 现在宪政体制之下 民主自由不是洪水猛兽 不是洪水猛兽 要能够更能够的看待 台湾人民追求 自由民主的决心 所以我提出了两个 非常重要 叫不要怀疑 第一个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共产党 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决心 第二个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台湾人民 追求自由民主的决心 这两个决心 时常会有碰撞 摩擦 或者价值的冲突等等 所以2300万的 台澎金马 金马的人民 我们要有信念 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 保护我们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而且绝对不动摇 绝对不退让 但是对于中国的态度 因为之前大家也都有多所质疑 比如说面对是谁 最危害台湾的国家 好像韩市长的说法 似乎都是在绕圈子 那特别是对面对中国的时候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这也是当总统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佳兄你又在截录我某一些话 我一点都没有回避 在博恩夜夜秀 我讲过 70年来 我们国防战军 只有一个假想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 70年来我们就防备 解放军对台的攻击 所以对台湾威胁最大的 就是中共 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以为他要讲那两个字 讲哪两个字 我一下议会不过来 所以我就讲 在联合国所公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讲九二共识 我们要保障整个台风基码 中华民国 现任体制跟生活的方式 我一点都没有回避问题 没有回避 完全没有 但是当上总统 跟现在的这个 还在竞选的 其实是会有落差的 也就是说当上总统之后 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特别是说你的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这个有钱的前提之下 很多人都认为 你是想要靠中国赚钱 但是这个靠中国赚钱 其实是有前提的 你有注意到这些当中 包括是一般的民众 不管是去经商 或是去念书等等 其实无可避免的 都会面对到中国的统战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讲得更白了 你想要去赚大钱 你就要认同他们 你就要认同九二共识 你就要认同一中 但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当一个总统 是只想要赚钱的话 是有可能丧失掉 台湾的主权 中华先生 你可能进入了一种思维里面 就像我们小时候天气很冷 同班同学在玩一个叫挤油渣 大家互相挤往墙壁上挤 民进党跟你刚刚的问题 都希望我把它挤到一个什么情况 主权跟经济只能二选一 想要赚钱 就要矮化我们的主权 不矮化我们的主权 就没有办法赚到中国大陆的钱 所以你问的问题 事实上就在对我挤油渣 但是大错特错 为什么错 我们要认定几个事实 第一 中国大陆市场占台湾出口百分之几 事实 我们是要还是不要 要还是不要 我们可不可能放弃 第二 往左边看 今年东南亚15个国家关税投盟 往右边看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市场投盟 台湾通通进不去 两岸之间 可能十年要检讨 万一再废除 台湾上面上不去 下面下不去 对面走不出去 这个时候 二选一吗 台湾人要不要生存 要不要发展 要不要经济 要不要教育 都要 要不要自尊心 当然也要 可是是不是 我们已经在一个死角 像挤油渣一样 只能二选一 我不认为如此 我当高校市长 把水果卖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上去秒杀 我到了澳门 我才发现 澳门 光一家饭店 每一年的鸡肉 鸭肉 鸡蛋 猪肉 鹅肉 就要两亿美金 六十亿台币 我们要不要打这个市场 这跟主权没有关系 我们到香港 但是这不是台湾的选择 是中国如果要你做这个选择 中国要我们选择 如果要你主权跟经济 做一个选择 那你怎么办 那这种状态之下 我想我们走到那个死角的时候 我们会以主权为优先 也就是说 刀子顶出来了 你如果要了主权 你对不起 一毛钱都没有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要主权 你跪下来 你牺牲你台湾的主权 我给你馒头吃 给你牛排吃 这个时候我们二选一 当然要顾到我们主权 这是毋庸置疑 但是因为你假设的情况 已经到了没有任何退路了 我一点都不认为台湾如此 因为为什么 但你不觉得现在很多的状况 已经是这样子了吗 不是 因为你的思维 跟民进党的思维 非常接近 你永远忽略了一点 五千万的华人在想什么 我请我太太到海外 走了八九个国家 很多城市有唐人街 唐人街里面的人 老乔社不见得会讲国语 讲广东话 可是他们认同中华民国 认同中华文化 你们一直在推这个题目 就是只能在主权 跟赤宝度的二选一 我一点都不认为如此 因为我们有中华民国 五千万的华人 大多数 他们心里面是站在我们这里 而你们忽略这个最大的资源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小刀巨大数 把中华民国一点一再巨 把中华文化也在巨 事实上当把这个巨开的时候 也就代表未来台湾越来越孤独 但越来越孤独是谁造成的 是民进党 民进党 因为你一旦把中华民国弱化 把中华文化萎缩 你就跟五千万的华人越来越远 所以我说这逻辑我觉得怪怪的 一点都不怪 因为是中国的压迫之下 所以台湾很多的组织是进不去的 归根就里是在那边 怎么会变成是台湾内部 问题是陈水扁时代 用中国台湾可以进去 马英九时代用中华台北可以进去 为什么这几年进不去 为什么 陈水扁当中的一个 所以你觉得中华台北必须 就是你也不得不接受 是这样子 如果用奥运模式中华台北 加入某些组织 像国际卫生组织 特别一些传染病等等 像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考量奥运模式中华台北 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马英九时代就是用这个模式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是就低头 是不是就跪下去了 那我们要不要参加奥运 今年东京奥运 中江兄 你如果是总统 要不要参加 但是奥运是体育啊 奥运是体育 那不是卫生吗 卫生你都两套标准 两套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是卫生 奥运是体育 那个是应该说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不得去接受 奥运模式被框住了 所以变成说延伸到政治 也变成中华台北 我们也必须接受 中江兄你是总统 今年奥运要不要参加 你直接告诉全国观众朋友 奥运是一定参加的 好 那世界卫生组 参加不参加 如果能参加不是更好 那就对了 那为什么体育的可以参加 卫生不能参加 所以你的题目 已经让你产生自我矛盾 特征组 这个韩市长你说 当选之后 就要成立特征组 要去查民进党的贪污 但是对于贪污的部分 你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举例 让人觉得就是一个 莫名的一个指控 那特别是 如果你当上总统之后 要成立特征组 感觉上会形成另外一种恐怖 因为你没有证据 你就要去查他们来 最优秀的检察官 检察总长指挥之下 成立特征组 依法侦办 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 特征组为什么有必要性 因为很多人民 现在对执政当局是怀疑的 认为你有严重贪污 那民营党说 对 民营党讲法跟你一模一样 请拿出证据 第三 我们看陈水扁的女儿 陈信宇讲的话 你们哪一个民进党 没有拿我爸爸的钱 包括陈菊 包括苏贞昌 包括谢长廷 这不就是证据吗 蔡英文政府有查吗 这个就当作是贪污吗 不是 有人证 已经有人证了 什么状态是要拿钱 是私底下给的 还是贪污来的 为什么不办呢 第四 要不要设立特征组 如果我当总统成立特征组 我是不是给自己穿小鞋 错 一定要设立 我本人贪污 也要征办 我本人叛国 也要征办 可是为什么要做 因为所有的人民 心目之中 都有一个包青天 都希望青年的政治出现 而且 要做生意的政治人物 就请去好好开企业 要赚钱的政治人物 不必来政府里面 大摊特摊 这是不道德的 你说的大摊特摊 我就说了嘛 就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指控会让你觉得 你当选之后 马上成立的特征组 就要开始进行清算斗争了 我一点都没有清算斗争 所有认识我立法院几个民进党的老朋友 不管是过去的过世的 卢秀一 现在还在的黄黄雄 甚至柯建民 我们在立法院都是同事 韩国瑜的做人怎么样 我相信 他们心中都有一把尺 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斗争而斗争 事实上选高雄市长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针对竞选的对手的个人 提出任何恶意的批判 过去的陈其脉 今天的蔡英文 我都是认为今天的政治风气不好 我选高雄市长对陈其脉 我没有任何个人的批判过 从来没有 但是反过来 我被批判成什么样子 那韩市长你应该知道 这特征组后来变成一个斗争的工具了吧 那是民进党上来以这个为理由 把特征组给废掉 我一点都不认为如此 但是当时不是有马王政政吗 他不是成为 特征组不是成为一个工具了吗 你今天吃饭约到了以后 你下面一顿饭不吃了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特征组一定有成立的必要 而且是符合2300万民众 真诚的期待 而且我一定会成立 而且针对贪污 我也一定会严查严办 OK好 那我们继续推进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昨天您在这个造势场合上 帮柯志恩这个站台 又提到这个说您国中的时候 然后看到这个 本来是姿佑班 后来因为看这个女同学的小腿 又白又美 所以就掉到了放牛班 那这方面又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 所以这部分是说 你要强调那个时候的是什么 纯真之爱 还是说现在会让人觉得 哇那以后这位如果当总统的话 难道是吃汗吗 好可怕 黑韩产业内已经黑韩到真的是 不可思议的 那一年我才15岁 完全不懂男女之间 男女合班 前面做个女学生 好奇就看她的小腿好白 功课一落千丈 这是一个真实的叙述 会联想到 将来我当了总统之后 所有女性职员必须要穿藏裤 免得总统看你的小腿 这个落差是何其的巨大 也就是说在政治界 只要政党立场不一样 他就可以把你一路黑到死 15岁国中二年级的孩子 因为我是一个很真的个性 我就讲我当年国二最好班 到了国三毕业是放牛班 把这段历史讲出来 就一路黑到底 到最后 政治人会变成两种 第一种 戴个面具 永远 都是纯洁无瑕的 第二种像我这样 还是很真诚的 真诚对 可是真诚容易造成误解啊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韩市长近距离的接触 因为近距离接触就会了解 韩市长的确是很平易近人 但是这样的话 经过传播媒体这样散播出去 的确会让人很多容易有联想 所以就是说 在这部分 你会觉得是失言吗 从我们刚刚一开始谈到什么中邪等等 到现在这个女生的小腿白又美 你不觉得会容易造成误解吗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失言 我在形容我在国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读书交友的情况 那段心路历程 一般来讲叫少年维特的烦恼 然后到了国山放牛班毕业 就是讲15岁的时候那一段短短的人生的历史而已 这个跟失言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到最后我们会鼓励政坛充满着伪君子 所有这些都不敢讲 出来变一个模具做出来 每一个政治人物看起来都是这么清高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 走路靠右边 做人有礼貌 讲话有分寸 然后内心世界千奇百怪 我们需要这种社会吗 可是韩市长 如果你真的当总统 你如果还是维持了你原本的说话风格 那老实讲有时候在国际间 国际领袖之间这样子 你觉得这样真的适合吗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这个 外宾接待应该有维护基本的国格跟尊严 这个我非常清楚 我从年轻开始读大学读研究所 就负责一些外宾接待的任务 我们知道内外有别 所以在发言上你会有所拿捏吗 就像我跟英国大使在聊天 英国脱欧 英国的内心也在想未来怎么办 我很希望台湾跟英国将来有没有考量 能够在经济贸易上FTA有没有可能签订 英国大使认为机会不大 为什么 他们注意力在美国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亲爱的英国大使 你去麦当劳点汉堡给我没有 他说有啊 我们点一个大汉堡 旁边有没有一个法国小薯条 还有啊 chips 对不对 我说对台湾来讲 我们经济规模不大 我们就算比较小的这一块 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大的汉堡 但是在台湾这边 我们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 他就大笑 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 他的互动是温暖的 如果要照稿念 拿着照稿机 知乎野者 你们我们怎么等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度 未必会这么亲 所以接待外宾 我很清楚 韩市长你跟他的举例 当然很好啊 但是就是说 如果谈到跟 可能跟性有点接近的话 那就容易造成误解了 是谁接近 老和尚带着小和尚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一个美女在河旁边 过不去 老和尚我背你过去 背完以后 老和尚小和尚一起走 小和尚受不了 直接问 师父啊 你怎么可以背女孩子 老和尚怎么说 我都已经忘记了女的 你怎么还记得 所以 钟江兄 是你认为性 还是我认为性 我都已经忘记了 韩市长已经超脱到 那个阶段就对了 我都已经忘记这阶段就对了 不是老身入地 因为这只是15岁一个少年 他在成长的过程 一小段的经历 大家群众在 讲出来 搏军一笑分享 跟性骚扰 性暗示有什么关系 OK 老和尚已经忘记了 小和尚还在记得 OK 好 最后有问题了 请教韩市长 最后阶段嘛 1月9号是不是这个 造势大活动 人家说大家都很期待 加分姐会去跟你一起站台 一起合体吗 应该是我们现在 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想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好不好 到时候就会知道 就是神秘嘉宾 可能会意外出现 她说她目前没有规划 或说你的女儿 韩兵也会一起站台吗 目前都还没有这个规划 到时候1月9号晚上 就会知道了 那加分姐如果出来 也不是什么神秘嘉宾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征求 什么108的奥波 这个是韩尊营 到时候你还会颁奖 有小礼物吗 有小礼物 我们现在接到太多 有关单位的警告 太多太多了 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什么奥波 什么招式都有 其实台湾人民现在很清楚 你我 全台湾人民都知道 民进党选举一定会出奥波 重点 重点在于 到底出什么奥波搞不清楚 可是蓝营自己没有吗 蓝营自己有时候也是 批了一堆图 结果也都是 对不对 也是误会啊 只要大型的选举 民进党一定会出奥波 这个几乎已经变 台湾学英文的ABC了 每一个人都朗朗上口 但是每一次都跟咪牌一样 不知道这次奥波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干脆 你就公开征求吧 用众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才出 公开征赏 108招的选举奥波 我们等着看 民进党百分百有奥波 好我们还是期待了 这次的选举呢 大家能够公平竞争啦 不要说出什么奥波 公平竞争之下 来选出 我们这2020的新任总统 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 韩市长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公开征 谢谢各位好朋友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好 节目的上一段 我们专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 对于呢 他说的中邪 他显然不认为是失言 但是外界显然是一片的踏乏 今天我们节目呢 要继续的讨论 先介绍来宾在我右手边 订阅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 众先生好 大家好 晚安 还有资论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众先生好 大家好 再来是韩半总发言人 王浅秋 众先生好 大家朋友大家好 还有在台大医院 前副院长王明俊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文川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再来是资论媒体员 邱明玉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 就是韩国瑜 在这个桃源浮选的时候呢 说黑鹰失事 说台湾国瑜不昌龙 是中邪了吗 此话一出引发各界的踏乏 来看BCR 中华民国建军史 也没有发生过 最高的军官参谋总长 最大的士官 总士官督导长 一口气淋了 我们的国运也不昌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湾到底是得罪谁了 台湾是中邪了吗 你没听错 韩国瑜把黑鹰直升机 失事以外 看国运不昌龙 台湾是不是中邪了 牵扯在一起 言行在网路上发酵 网友呛又在消费死者 人两天真是为难他 韩国瑜正常发挥 比谁为杂暴更没水准 他是担心 担心台湾有 这个不好的 这些气氛情绪在 他并不是特意要去做 任何的攻击 我们看到这个中邪说了 引发外界的 这个高度的讨论 不过呢 因为上一段 韩国瑜他的回应 他认为呢 这不是所谓的失言 但是为什么外界的 看法跟想法 会跟他落差这么大呢 特别是我们看到 其实国防部也做出回应了 其实国防部的回应 这个是相当罕见的 过去他们很少 针对选举的话题 来做这个回应 那他们就说呢 针对黑鹰事件 被影射为台湾中邪了 国运不昌隆 这样的形容实属不当 是对殉职将士不敬 是对家属再次造成的伤害 同时我们看到 蔡总统他怎么回应 他说韩市长用这样的话 来消费将士牺牲 相信全体国人是无法接受 而同感愤慨 那韩市长应该向家属 国军已经国人道歉了 先请教民运怎么看 不过显然 因为我刚才访问的韩市长 他显然不觉得失言 当然也就不会道歉 但是为什么他的看法 想法跟外界落差这么大 因为可能在选举的关键 所以就说任何的 这个选举的这个语言 都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所以他如果现在讲了这些话 那外界认为他失言 他可能现在要撑住 就说我没有失言 但是我认为 就是说失言就是失言 失言就道歉 反正这个市长 他这个失言 也不算是第一次了 可是我必须讲 因为这一次 大家为什么会特别的关注 而且负面观感蛮深的 就是因为呢 这个是国难当头 这次一次损失了这么多的将领 你看我们在台北宾馆 还特地设了一个 大家可以追到追私 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民众 是对这八位将领 是多么的觉得很哀痛 然后去哀到他们 那你今天在 说实在的 在这个目前为止 运安会或是国防部 在这个黑盒盒子 还没有解密 还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样 失事的原因的时候 结果你去讲 讲一个说什么 是国运不昌隆啦 台湾得罪谁啦 是什么集体 是不是中邪 是不是生病啦 你这样子的语言 那说实在的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现在我们黑盒子 是不用调查了吗 运安会也不用调查啦 因为你就直接讲了 是台湾中邪 国运不昌隆造成的嘛 那你解决的方式 是不是干脆就请道士来做法 然后请法师来祈福 不是这样就好了吗 所以说实在的 你用把这种归咎于什么 中邪国运不昌隆 这种事情你可能是一般的 什么泛夫走卒这种的 那大家当然会就是会就说 为什么你们老是严格 要求这个韩国语 好像用放大镜去检视他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国家领导人 你要谨言盛行 我们一再的就是说 呼吁这个韩市长 就是你在讲任何话的时候 就是谨言盛行 不该讲就不要讲 不然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确实在伤口上撒眼 听在家属的心中 多么的难过 你更不用讲 现在很多蓝军还顺口溜说 你看你看当时那个吴敦印 讲说什么 韩国瑜 那时候吴敦印就已经被谴责成 这样被骂斑了 后来吴敦印还被逼着道歉 结果你韩国瑜现在又加说 什么国运不昌隆 蓝军就会这样顺着 这个脉络下来 你不觉得这个 我会觉得说到底 国民党是怎么会选成这样 你觉得他会不会得罪军公教人士 不管是这个现役或说已经退役的人 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真的有点伤口上撒眼 确实 所以国防部他第一时间就去发了这个声明稿 很罕见 去对这样子的语言 然后来做一个反驳 那我最后要讲了 就说其实很多蓝军的人士 把现在这个 把现在这个坠机的不幸事件 去跟军公教年改扯在一起 好 你要扯这个也没关系 可是你总是要讲出解决的方法来 那你不能说你现在要选举到了 你才说我都爱护军公教什么的 那你为什么三场的政见会跟一场的辩论会 你都不提年金改革 那如果真的你真的觉得年金改革 就说你要改回来的话 你都可以恢复特征组了 那你就有种 你就直接讲说 好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18%我马上恢复回来 你们被改的 你们被这个减的 我全部通通都 我全部都恢复 你就这样子讲 可是他也没有讲说要怎么样照顾军公教 也没有 就一直骂一直骂的同时 事实上你还是没有讲出解决的方法出来 来我请教世间议员 国防部会这样的发文 应该是相当罕见的 过去他们很少这样子 显然这样的话 的确是让他觉得很不得体 特别是他昨天还去夜林这个 蒋经果 那前脚夜林 后脚就说台湾中邪 这样感受 非常不好 其实我听到韩国瑜这么讲 我吓一跳 韩国瑜身为军人子弟 他本身又念过军校 我相信他对台湾对中华民国 应该捍卫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主权尊严 那为中华民国而战这个部分 他的体认应该不但应该不止于我们一般国人 他应该要比国人再深 因为你曾经是军人子弟 你又是念过军校 那大家冷静想 我们社会上现在为什么普遍对吴思怀感到愤怒跟不辞 因为吴思怀你身为我们国家 所栽培出来的军官 又是这么优质 又这么高阶的军官 结果在你退役之后 你不但去投效中共 你还教导共军要如何来打击 来攻击我方的军队 所以你这个是吃里扒外 所以令人不止 同样在我们国家重大的伤痛损失的时候 当全体国人都为这个事情 还在哀伤难过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分蓝绿 那韩国会这么做 我知道他无意之间 其实他等于是在挑起先前 因为军功叫年改 那导致有部分人士 那因为有被改革到 被削减到 总是不满 等于在挑起他们先前对军功叫年改 不满的这个破口 但是韩国瑜应该知道啊 你这是刀的两面 当你过度的去挑起这一面 你好像得到了这一部分人 因为他们不满的宣泄 可是第一点你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团结 在国家重大伤痛伤口上面撒烟 第二点相对这刀的另外一面 因为你是会让其他各阶层 各世代 尤其是年轻族群们 他们看破啊 哦原来你这么不持平的心态 那你怎么样来未来 要来带领这个国家 那会令大家害怕 所以当这个害怕形成共识 害怕怎么样 害怕你这么偏颇的想法的领导者 如果你来当国家领导人 那国家会变成怎么样 所以这个害怕会导致中间选民 他们弃寒而去 是世界议员分析啊 就是说韩国一这样的谈好 其实是一个两面刃 的确是比喻得非常好 只是说刚刚在这个专访当中 我也期待韩市长可以说出一些 比较温暖的话 但感觉好像他没有办法 来前秋议员 前秋 没有办法讲一些比较温暖的话吗 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 让人家觉得伤口上撒烟 专访花了很多时间跟仲僵来解释 为什么他这样说 但显然他好像没办法说服你是不是 然后他才刚走 你就立刻就直接断言说 他跟民众的距离太远 我们没有说距离远 而是说要有一些温暖的谈话 特别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两天一直都有非常多温暖的谈话 那只是可能大家放大的 当然是刻意的 只放大了他这一句嘛 那他是个问号 他是不是有些疑问 他觉得怎么会这样 他只是觉得很焦虑 为什么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这两天我们不断的为这个死者 祈福 这是八颗星星在天上 对国家的损失有多么的惨重 我们都希望赶快查出真相 那么当然也是为这死者 感到的非常的哀痛 也希望生者能得到安慰 那么这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其实就是这句话 他自己的疑问 那你说国防部非常罕见的 发这样的声明 我也觉得蛮罕见的 在配合演出吧 基本上如果他只是一个提问 难道都不行吗 那么基本上并不是质疑说 这个案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有阴谋或是什么 不是耶 他只是说 是不是怎么会这种时候 我们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心里总是有一些担心嘛 疑虑嘛 那提出这样的疑问 问号 那么像民进党内发生那么多事情 那当总统的人 他为什么不谈 为什么王定宇委员 他去在事情还发生 没有统合资讯的时候 他就自己先抢跑马灯 报现死伤人数多少 把自己当个自媒体一样 再报这些媒体 那么这样尊重死者吗 尊重所有救难的人员吗 或者是他的民进党的发言人 林静怡小姐 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去发表一些 莫名其妙什么两岸 甚至残害言论自由 甚至对于说是不是如果主张统一的人就要把他抓起来 那么就是叛国罪等等 那这些是不是才是也是让总统高度 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要来讨论 那结果反问应该是不晓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两句话 一两句话的讨论一个小时 跟如果真的影响到台湾 整体的这个安全或整体的议题的时候 他不是更重要吗 所以你觉得外界是钻牛角尖的 特别把他挑出来 我相信如果你刚刚说跟民众感受很远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民众 不见得都跟各位的感受是一样的 他就是一个一般民间都会有的感受说 那样的我们都很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这样的疑问而已 就这样的疑问而已 不用过度解释 过度解释都只是为了刻意放大的放大劲而已 来来来 国东哥怎么看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他是基于一个担心 但是要当一个总统领导的人 国运不昌隆 难道是要找一个人来来祈福吗 为台湾祈福 是这样子吗 潜秋难得来我们的节目 所以尽量我想尽量听他怎么讲这些事情 但是刚刚他扯得太远一点了 一个领袖人物讲话的内容要质地有深 一个领袖人物在讲话的时候 要看他的场合地点 韩国瑜挑的是在祈福还是投了讲这一段话 当然有他的选举的政治用意 不然他不会挑在那个地方讲这一段话 我们来看他讲这些话 是不是符合全国人民对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期待 他应该这样讲这些话的讲话 我们不要谈说有没有水准 就讲话这个内容 是不是让人民听见有所感 韩国瑜市长确实是构格当一个总统 今天我们人民要检验的很多事情 今天是很可惜 韩国瑜市长是因为时间匆忙 只有半个小时没有办法 也不答应我们同台 我们很多事情想请教他 不是谈他的大海 也不会谈他的漱口碑 我们只想了解在选民期待中 一个总统的格调跟条件是什么 你认为应该是什么 如果说只是政治吐口水 大家打一场选战搞成这个乱七八糟 我很早第一天就讲了 黑鹰事件发生说 这个事件会变成政治口水战了 个人讲个人的 因为选举到了 搞到现在更严重的 今天空军表达要控告应安委员会 为什么 应安委员会是国家最公正的人 组成的专业调查黑盒子的判读 现在空军认为说 这个初步判读 你们怎么可以泄露出去 说机械没有问题 气候没有问题 现在走人为的在分析 我那天有没有讲 搞到就跟屁股马一样 驾驶有问题 我说不要这样搞瓦 现在选举到怎么会搞成这样 那应安委员会的调查 还不够公正吗 弄了空军国安部要跳脚吗 现在这个案子 大家是不敢办了 赶快交给国安部 国安部说一个月后才能知道 你看看 我还在讲说 事情的真相 调查失事的原因 最快赶快给大家知道 大家平息下来 不然就发生像 韩国医师长讲的中邪 我跟世界都预告都讲了 现在个人扯个人的 把台湾尽量就撕裂开来 我就不相信这样一月九号晚上 因为这样的撕裂 所有人都要站出来 请韩国医 不可能的嘛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提一下 我一个总统的高度 我讲的话 跟这件事情 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告诉选民 为什么不能好好讲 要挑那个地点 要讲一个中邪的话 那现在以后发生事情 大家都用中邪来解释吗 对 发生了什么天灾 什么都用中邪来想 那台湾自己的 各行各业该做的事 难道就是都要听鬼神吗 世伟哥刚刚就说 韩国医这样的一个回答 军宫教是不是听得下去 当然就是说 一方面要争取选票 但一方面又讲出了这些 是不是中邪 是不是不昌隆 这一加一减 会不会把自己的努力 给抵消掉 那我相信刚刚韩市长 在受访的时候 他有讲 你不要只看一段的一个议事 你不要断章取义 你要整个的一个 来听听看他在现场 他上个礼拜六 在台南的一个说法 还有到昨天 在板桥的一个说法 你千万不要像 黑暗产业链的时候 说的一个硬 就开心了 真的 他今天讲 我们现在要选什么 我们现在要选总统 我们要选一个元首 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你是不是应该 发生了一个事情 你除了悲痛伤痛之外 你事后的一个检讨 甚至于你事后的一个思考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 忧国忧民的一个思考 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他是打的问号 他不是肯定句 我们天然在说 他今天受访的时候 总统他也跟你讲 我们压三千千 我们去廟室里面 我们记住的是什么 风条雨顺国台民安 但是现在我们台湾 发生了这些事情 我们大家在输口 现在现在变成国不泰 民不安 风不调 雨不顺 你是不是台湾到底怎么了 是中邪了吗 打了一个问号 你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一些年轻的时 身体力壮 然后耍的时 我们看他精神恍惚 他是不是中刷 还是中刷 对不对 我们会去 我们会去用问号 去讲说 到底怎么了 那我相信 一个思考的一个语言 甚至于他要选一个 最高领导人 他做一个忧国忧民的 一个思考跟检讨 难道是错了吗 我觉得刚刚 这一个国动大哥 讲得很好 你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 你这一个非安调查委员会 甚至于国防部 你黑盒子叛毒的时候 好你有出来 要不然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们国人 我们要一个真相 刚刚国动大哥 你讲说是一个月 我听到了好像说 在一年以后 之前讲说 黑盒子要送到美国 他说不用 我们自己就能够解读 现在听说黑盒子 我们自己不能够解读 然后要送到美国去 然后好像一来一回 要一年 我会觉得 讲说这个 我们最高的幕僚长 我们的参谋总长 跟还有最高的 这个宠室官长 这一些亡者 甚至于现在的商者 还有我们的国人 大家都希望讲说 要这一个非安的一个事故 它的一个真相 如果要经过一个月 甚至要经过一年 那我会觉得 那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会觉得说 不要断章取语 韩市长已经解释了很清楚 他是一个 公平公正的话 他说我们静待 这个调查出来 私事业余 这是大家在参考 大家在参考 而且你刚刚讲 军公教的事情 他也没有讲到说 军公教的一个事情 是为了年金 他也讲 他举例一个木碗的一个事情 你不能 做人不能 没饮水水碗 举过去 我都要放掉 有利用夾台的时候 你把我按摩批 等下如果没有利用夾台的时候 你叫他去旁边 带来拿一个木碗 让他吃 他的视觉看到的时候 说这个木碗 后来我要让我们老婆吃 我老师讲 其实不管各方的发言 这个韩国瑜 或是运安会 在发言的时候 都应该要再更精准一点 避免造成一些外界的困扰 当然现在网路上非常地多 那特别是 叶宇兰最近也po了一张 合成图YHP蔡英文 结果被人家发现 竟然是这个批图 所以他这个秒山图道歉 来看VCR 2013年 洪中秋暗大游行 时任党主席的蔡总统 跟白山军席地而坐 投榜布条 控诉军方总容冤案 背后还有不雅字眼 痛骂国防部 国民党部分区提名人叶宇兰 在脸书po出这张照片 不为回忆 只为攻击 看到三军统帅 为黑鹰罹难将士 举办追思会 更报的总长夫人 场面虽然感动 但他无法不想起 当年的蔡主席 是怎么羞辱国军 伤了援手后 又是如何追杀 军功较警消 下方hashtag再酸 生前一粒土豆香 胜过死后败猪头 更挂保证 照片绝无假造 但布条下方 这条清晰的分割线 直接拆穿 合成谎言 你身为一个即将要进入国会 担任国会议员的人 你居然不查证 就登出这样的照片 恶意抹灰对手 伤害我们的国军士兵 这样是对的吗 国民党你们还有脸开记者会啊 你们要不要先找叶玉兰出来 跟大家道歉啊 针对国民党 放纵叶玉兰的事情 我们要求国民党 应该要道歉 尽管叶玉兰事后删文 声明自己是在社群软体群组里 看到照片 一时太过愤慨 才没查证就上传 愿意为此向大家道歉 但恶意行为伤害已经造成 好我们看到 这个是所谓的没有搞清楚 就随便发文嘛 我们看到叶玉兰呢 就这样子把这个P图 明显是两张图 把它合成在一起 这样子就把它发出去 所以在这个 我们说发生黑暗直升机 坠机的伤痛时机 这些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 却是忙着在制造仇恨 忙着在制造对立吗 来 明峰姐怎么看 我觉得叶玉兰 其实他已经是准立法委员了 他排名第二名 其实是实质的第一名 他如果国民党 除非一席都没有当选 根本就叶玉兰是铁上 稳当选的 对啊 那所以刚才 刚才国民党在批评说 这个王定宇在脸书上面 发布什么东西 那这个叶玉兰是怎样呢 叶玉兰更糟糕 叶玉兰他也没有什么这个图 我传来传过来 我就可以随便贴上去 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他自己 自己已经快要是立委之外 他也是警察出身的 那警察作为一个治安 跟这个整个社会安全的维护者 他应该站在哪一个立场上面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嘛 第一个他他有没有能力要不要求证这件事情一下呢 如果没有能力求证 你还你就这样子po上去 然后还到处骂人 你这样子适合吗 所以我觉得说 而且叶玉兰的激愤发言 已经不止一次了 我不晓得国民党今年 应该是韩国民党中邪 不晓得是台湾还是国民党中邪 就提一些这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都是在惹是非的嘛 那你说这个什么 这件事情洪中邪 洪中邪明明就是被证明是 国军整个事情上面是被冤死的 那这个事情 这个当时的在野长帮 这个要求国防部公开真相 又有什么不对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他有去静坐 但是没有在那个布条下面 可是你偏偏要把他批在一起 然后呢 你们警察传 其实我觉得警察是蛮会批图的 我常常收到那个警察的同学 传来的批图都是一等一的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已经不能说 我完全靠我感觉 蔡英文又就是有可能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把他发布出去 然后发布出去之后呢 我再收回 然后再公开道歉 我请问一下 你未来如果当上立法委员 你的言论等于是国家的 国家这个官员的言论 官方的言论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丢出去 以后马上收回来吗 何况我们对一个警察大学的 学校的这个老师 他的期待就是应该高于其他人 你警察应该作为其他人榜样 别人在发假讯息的时候 你应该负起责任去抓 不管你是不是限职的这个军警人员 你都不要去散布嘛 所以我不晓得国民党提供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你国民党要给大家一个解释 为什么可以放任这样子呢 要当立委的人 真相谣言的分不清 对那你立委 我请问一下这批立委的言论 国民党要规定 以后都上传掌中央先做查证一下 免得这批这个不分权力也实在太可怕了吧 对你如果说对于这个军工叫警销 这个悲愤 他们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悲剧 那问题是应该是要关怀才对 怎么第一时间反而好像要在制造仇恨呢 其实这张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虽然当时是在同样的一个活动 但其实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就坐在这边 但是另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布条 那就中间很明显的有一个线 就把这个图就把它批在一起了 所以感觉上就是在制造仇恨 制造就说其实蔡英文那时候 对于这些国军呢 其实是不尊重的 是不是在故意制造这样的效果 他是故意把那三个字 前面三个章字把它弄上去 就代表说那时候其实蔡英文 是没有尊重国军的 我觉得叶玉兰这个用途 企图已经很明显了 你身为警察大学的教授 你这不是一般普通的学者 那你在学校里面 你是怎么教导这些警官的 警官不管是刑事科或者行政科 不管哪一科目 他们最要紧最主要的学的 第一点就是要求出真相 真实事实是什么 就像说我们刚才批评韩国瑜的 如果你身为政治领袖 你可以断言说不管你用的是不是问句 你说我们国家怎么样 国运部昌龙是不是中邪了 如果国家中邪 那不用选总统了 那找筛工就好嘛 是不是 筛工来找一下就好啊 那国家需要的就不是领导人了嘛 不是这样吗 同样的道理 没有真相之下 那你叶玉兰怎么可能去批这样的图 所以可见叶玉兰明知道这张为假 非常清楚的 因为他身为警察大学的教授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如果他明知为假之下 又用这样的文章 我相信他的居心是险恶的 来来施韦哥 来这个你们不分居 猜测才是太险恶了一点 我这样讲 今天或许他把两张照片 然后人家把它合成变为一张 他把它贴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叶玉兰教授 他要这样子批 如果你把这两张的一个照片分开 有没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 那个时候洪仲秋事件 同样的一个活动 有没有这个布条 有这个布条 蔡英文当主席的时候 有没有把国防部 这个黑布条挂在他的额头上面 也有 鸡不可便宜心 是人家把它合成起来 然后好像他是坐在 这一个布条下方 这不对 但是叶玉兰教授 他也查知道说是不对 他马上做立即的一个诚勁 跟道歉 我觉得这要肯定 我许公 这要肯定 他愿意道歉 错就错了 错就错了 但是你看 你叫他继续拗啊 何必去删继续拗下去啊 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讨论的公 公公你继续让他拗 这种人还被人家 冠张其立的一个话语 他是疑问句 他是在思考说 我们的国家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子 他是忧国忧民的展现 叶玉兰教授 他是气不过 为什么 你以前 你现在身为三军统帅 你都讲说 我要维护这些将士 这些军人 可是以前你不是将领 你不是总统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批判 这些国军弟兄的 那当时的事件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一样为是 当时红仲秋事件 是不同的事件 跟现在不一样 我就讲啊 很多人就有在说 你以前老一参 你老好小看 你以前发生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子 用黑部挑写国防部 现在你做三军统帅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讲说 大家都不能批评国军 那我请问 那你以前怎么批评国军的 所以说 这我就说嘛 国家主要国家道 我也同意 叶玉兰教授 如果他今天没有道歉 我也会呼吁他要道歉 但是我们今天讲 他批错了 但是他承着道歉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 这两张的照片 有没有当时发生 确实是有的 这是一码归一码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章话 没有错 所以说中下 就会变成好像是蔡英文的立场 同样的我们检讨 发生了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无限上纲 用粗话来辱骂我们的国防部吗 来辱骂我们的国军吗 对不对 来来来来 这已经是后面的海报嘛 这种叫无厘头的辩论法 行为一定要有动机 叶一来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要从这里去谈起 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不对 你就删掉了 如果你认为是对 你就继续放着 就像你们刚刚听到 辩论到这样子 那就请叶一来明天再PO上去 他又把照片都PO出来了 他又把照片都PO出来了 对 那你把蔡英文再放上去 你把蔡英文再放上去 有啊放上去 人家那个时候就为了 洪中出的事件 人家是民间社团整个都出来 作为在野港 他当然升给一个国防部 你必须要改革 他原本是两张合成的 他现在把每一张都弄出来 这几年来因为洪中出的 我想意渴受公平 洪中出的事件已经经过这几年 所以说嘛 他有没有挂那个国防部嘛 他有没有挂国防部嘛 你的动机就是要去 他有没有去批判国军嘛 有嘛 因为那时候国军 大家认为他错嘛 所以说嘛 所以我就讲嘛 错的 他跟正嘛 不对的 他道歉嘛 但是他还原真相 这两张的图片的一个 这一个时间地点嘛 你是从政 你也是做议言过的 如果是要拼土说 我赶快送一下来 连道歉都不必道歉的话 至少他有面对 别人用破你的 你就不要去批刀人家 至少他有面对 至少他有致歉 不能这样 你的心态就可诛嘛 齐心可诛嘛 他是被骂被批了 他才去把那个文下下 对嘛 然后他才说 我赶快去查证 你作为他 既然地位 我都没有可以证证 为什么他 他今天不先查证 他也承认地讲说 人家第一时间 传给他 他们住到查证 他是把他分开的嘛 韩国瑜最近 还有一些失言风波 包括就说他 国中的时候 爱看女生的小腿 那韩国瑜呢 是没有回应啦 都交由发言人来带他 来看VCR 韩国瑜前几天 周末造势活动上 也自爆国中时期 因为看女同学小腿 成绩一落千丈 被质疑物化女性 不会啦 大家都年轻过 相信在座的男生 都偷看过女生嘛 所以女生 也会偷看帅哥嘛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 成长的过程而已 只是他喜欢开玩笑 所以才拿出来 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韩国瑜是不是又失言了 虽然在上一段的 专访当中呢 他觉得那是一个 纯纯之爱 15岁的这个小男生 并没有那么多的 邪恶的想法 那问题是呢 因为现在 他现在要选总统 所以呢 当然就会被外界做一些文章 做一些联想 他就说 因为每天看女同学 又白又漂亮小腿 所以看完之后呢 他本来是在自幽班了 后来就变成了 国三的放牛班 那当然因为 他是在帮柯智恩 这个站台造势嘛 那我们也注意到 柯智恩真的是 秒变脸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来 茗玉 这算失言吗 还是这个 韩国瑜的 这个赤子之心呢 我才没办法 帮他美化成赤子之心 说实在将心比心啦 如果今天是他的女儿 寒冰 然后每天被人家 这个盯着小腿看 你觉得他会舒服吗 我相信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们也是 有女儿的人嘛 你就会觉得 那个真的是觉得 但就会觉得 心里会不舒服啦 那回过头来 我必须讲 其实蛮尴尬的 应该是有两个人 一个是柯智恩 其实柯智恩 每次碰到韩国瑜 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么巧就会出事 上一次呢 韩国瑜帮柯智恩站台 也是讲到说什么 男生下面很强 然后女生上面很强 这样说的哦 就是讲那个什么 男生当兵 然后什么什么就下面抢 然后女生化妆 什么上面抢 类似也是 这类似像这样 柯智恩也是搞到很尴尬 那这一次刚好 又是轮到柯智恩 就讲到说 看女生的又白又漂亮的小腿 看完成绩一路的千丈 那第二个我觉得尴尬是哪里 尴尬是他毕业的 那个海山国中母校 我必须讲 因为他昨天 他是帮这个柯智恩站台 刚好就是那个海山国中 那附近嘛 他为了要牵地缘关系 所以他在讲那个海山国中 说实在 韩国瑜你在海山国中念了三年 那你的印象就只有看到 女同学又白又漂亮的小腿吗 要是我是海山国中 学校的老师或校长 我会觉得说 你对海山国中的印象 就只有这个样子 他可以讲一点别的 因为你要砍脱海山国中 你说 他没有讲别的 你只听这一段 你只讲这一段 他没有 他就真的 因为这一段特别引人注意 我在现场主持 我最清楚 我相信在板衣体育场的一个外面那个空地 然后对面就是海山国中 海山国中 是啊 然后他现在是完全高中 那我相信他今天讲的是 我回来 我国中时代的这个母校 然后他凯凯而谈 把他的一个青春少年时期 他所发生的这个回忆 来跟大家现场做分享 他回忆只有这个吗 他可以讲点别的啊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啊 所以说我就讲 你不要只有看到他这一个一段话 然后你就从他这一段话 然后去给他黑 然后去给他放大 我说真的 大家都有年轻过嘛 青春时期 你叛逆时期 你有时候两小无猜 甚至于少年十五二十时 都说一些 年少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的一个事项 你故意在选举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变成头起站 把它渲染 我相信柯斯恩委员 大家现在我常常在讲 你可以做笔记做资料 还有一种Google 你可以上柯智恩委员 他的一个脸书 能够去看一下 柯智恩委员 他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怎么讲 现场只不过为的是 薄军一笑 让大家去分享一下 韩国瑜市场在十五岁 可是老实讲 他在国中的时候 他的那个少年 因为韩国瑜真的不是一般人 他现在要选总统 所以你看他 一而再而再而三 讲这类似的话 自然会 就是 中江远直接讲 是失言就已经太过分了 不需要这样放大 我觉得台湾的选举 一家之所以合伴五十 资助比较 说我经常在讲 看着一个影子 你就一直开床 没有意义嘛 每个人都有年轻过嘛 来 明凤姐 这真的是外界过多的联想 你们太太狠狠了 太夸张了 不是 我是 我当然可以体会韩市长的心情 他可能要热场 然后跟下面要搞熟一点 然后再弄 签一点这个边缘 那以前马总统用的是冷笑话 就是讲一句很冷的话 然后大家不知道要笑还是不笑 然后就有点奇怪的感觉 那可是问题是我觉得 这句话 你为什么每次讲的话 都会被人家拿出来做文章 你自己要检讨吧 我觉得你很奇怪 大家为什么都只用人家这种话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 其实这种话 当然就像我们前就讲了 每个男生可能也都会偷看一下 我们也偷看帅哥一下 但是你讲在台上 然后你的候选人刚好就是为女士 那我说实在 那个柯智恩那个脸部表情 实在是也蛮多的 他已经两次都是翻白眼了 那如果 我觉得说如果这个真是无伤大雅 一笑就过去的话 你就可以柯智恩当场反应最准 他就会微笑就好了 可是他不是 他又装了一个 他不只微笑 他在现场 他却外里在在那 对 然后他眼睛 他当过老师的那一张 对不对 那个结局方面 我觉得这不准 我觉得他姓平观念有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影片 这样叫姓平会不会太无线上纲了 偷看你不要抢我的话 然后你就说 我就看到柯智恩 你可以看到他脸上 就是这表情 你就知道他的脸上表情是一种苦笑 这个是一个苦笑 很尴尬嘛 所以你不要问外界 为什么要问炒作这一句话 你问如果 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你很多事情可以讲 为什么 对啊 你浅秋也说 很多事情都可以讲 对 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呢 对不对 那讲到候选人都觉得很尴尬 很苦笑表情的时候 你怪我们在炒作这句话 有公平吗 对不对 你明知道讲跟这方面的话 一定会被大做文章嘛 但是就为什么就一而再再三不能够避免呢 浅秋这也为难你们啊 你们每次都要在后面 一直搭屁股 各位观众朋友 我真心的请教电视机前面的你 你没有偷看过一下女生吗 而且他是看小腿 他只是说 他总是有这个年轻的时候 如目之情 难免会想偷偷看一下女生 然后有时候不专心 有小朋友上课不专心 自己放 变成精英般 变成放牛般 这种就叫做黑 黑到无极限 你又更夸张 刚刚网路上BBT已经有更黑的 直接说 明明我查过你毕业证书上面 是男生班 哪里来的女生在你前面 他们就开始有很多很负面 很恶心的联想 告诉你 其实他国二的时候是精英班 精英班是男女合班 到了国三 因为偷看女生的小腿嘛 然后又不是偷看他上厕所 就是 放牛班就全部都男生就对了 对 到了后来就被放到放牛班去 就变成是单独的一个班级了 就是一个男女合班就在国二 那国三放牛班之后 就是本来就是都是男生 所以毕业照上面当然都是男生 所以这叫做不要黑黑的 没有上线 这个我们没有疑问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有看过美女看过什么 韩国瑜当选总统 以后下令全部都婚班 不准在男女合班 都不可以看美女吗 搞得我认国总统说 不婚到放牛班去 一种性体的问题吗 这太狠狠了 众家你看那个 柯自然那个表情 大家看那个表情 这两个字 天啊 天啊 他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昨天他这一句 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南登大雅之堂 说实话 众家大家冷静一下 其实人本来你严于自己 然后来娱乐大众 这其实本来是好事 韩国瑜有这个优点 这是事实 就是优大家一默 而且是严于自己 可是是这样 诚存之爱 看的是脸 没有在看小腿的 一般过去我们的经验 而且这毕竟 这毕竟是选总统 这不是在说 做一个笑话比赛 大家来比幽默 那不是说天桥说书 让你来讲一些无厘头 不是这样 因为选总统 选立委 必定有他一定的严肃面 重要面 有他必须对国家 大政政策方针愿景 那一些谈话 那现在让人家看到的 就是说韩国瑜 从一开始选以来 说实话这个选举 这个叫欢乐之旅 对韩国瑜而言 就选择 选择2266 确实大概这是有史以来 这个选择最欢乐的 一组候选人 同样的 这也是有史以来 最辛苦的一位发言人 就是浅秋 你最辛苦 每次韩国瑜租的状况以后 你就必须跟着后面出来 擦屁股 这确实非常的辛苦 来 我请教一下王医师 刚刚各位先进所谈的 任何刚提到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台湾都不重要 我认为台湾现在有三个 重大的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能源危机 我们将要在2025年开始 全台湾人会为了 这个能源的问题 付出五兆元 每年付出2500亿 这个事情比谁看谁 比谁说了什么错话 都要来的重要太多了 这是第一个危机 我们光为了废盒 就要损失一兆元 这个事情不大吗 这个事情不重要吗 但是亲爱的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知道吗 我们要怎么面对 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危机是什么 是健康医疗危机 台湾现在高龄社会 已经非常明显的 少子化的情况也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那2025年我们的健保费 又超过9000亿 2030年会超过一兆 每年要花一兆在健保上面 大家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那么多钱吗 可以付健保费吗 然后2030年 2025年 我们不但要付9000亿的健保费 还要再多付2500亿的电费 当台湾真的只有钱 这是第二个危机 第三个危机呢 其实是最近发生的 我认为其实台湾 从过去到现在 也正在面临自由民主的危机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我来上这个节目 我要来讲这些话 听大家说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觉得除了关心 谁说了什么错话 谁说了放了什么错图 谁偷看了谁 这些其实我认为 通通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三个危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你知道要怎么解决 这些方法吗 如果前副院长 你是对于这个疾病专业 健保专业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个 但是你提到会核 要花多少钱的时候 我就要请教 你对核能的了解有多少